欢迎收看,我是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要来介绍科学记号 以前的这个单元被称为手术尾数 那我自己以前在教手术尾数 我就是从科学记号教的 所以在新课纲呢 他把手术尾数这两个名词拿掉了 然后他把它变成是对于科学记号的介绍 我觉得没有不行 但是就是说反正我们都是用科学记号在教的话 那你教到后面顺便跟学生说 这个叫做手术,这个叫做尾数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OK的 就是你总得有一个名词去叫他嘛 就好像我们在讲log,对不对 我说log2,3,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 因为你不能总是说 就是那个2如果几次会是3的那个数字 对不对 就是发明一个名词来叫他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关系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个部分在学什么 我们在国中学过科学记号 一个数字如果画为科学记号的话 它会变成前面这个是一个 1到10的数字 可以等于1不可以等于10 然后后面是一个10的整数次 可以是负的次方 如果今天大a就是小a乘10的n次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1到10的那个数字 我们现在呢 只要把小a也换成10的次方 就可以透过指数率 把这两个相乘变成指数相加嘛 就可以把a画为一个10的几次了 对不对 好那所以这个小a你去想象一下 它自己本身是1到10之间 所以它如果画成10的几次呢 那那个几次到底会几次呢 好也就是说 这个数字叫做10要几次是a嘛 所以这里的这个数字就是log小a嘛 好那因为a在1到10之间 所以log小a会在0到1之间 好这就是我们学科学记号的 最核心的一个理解 好这个1到10之间的数字 如果画成10的几次的话 它的次方也就是log小a 就会在0到1之间 是一个正的纯的小数 如果今天大a就是小a乘10的n次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1到10的那个数字 好 我们现在呢 只要把小a也换成10的次方 就可以透过指数率 把这两个相乘变成指数相加嘛 就可以把a化为一个10的几次了 对不对 好那所以这个小a你去想象一下 它自己本身是1到10之间 所以它如果化成10的几次呢 那那个几次到底会几次呢 好也就是说 这个数字叫做10要几次是a嘛 所以这里的这个数字就是log小a嘛 好那因为a在1到10之间 所以log小a会在0到1之间 好这就是我们学科学记号的最核心的一个理解 好这个1到10之间的数字 如果化成10的几次的话 它的次方也就是log小a 就会在0到1之间 是一个正的纯的小数 可以吗 好然后我再把它跟后面合并起来 这样子 于是我得到a可以写成10的这么多次的话 那你就等于相当于在说什么呢 因为10要几次是大a 这里就是什么log大a嘛 所以等于说我们就取得了log大a是这个 好那这样子看都是符号有点难懂 我们可以直接来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我现在假如说要求这个log7000好了 log7000 会是多少呢 我去想这么一件事情 7000 他化为科学记号是7乘10的3次 那7自己本身是10的几次呢 我最喜欢问的就是这种问题 如果学生能够正确答对 我就觉得他学的OK了 7是10的0.8451次 因为log7 就是10要几次会是7 然后乘以10的3次 你看是不是反映了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说 因为这里会是1到10之间 1到10之间的数字 所以这里会是一个0到1之间的数字 0点多的数字 可以吗 他不会是1啦 因为这里不会是10 OK 那所以啊 最后合起来就是什么 他是 这个7000是10的3.8451 所以log7000其实就是3.8451 可以吗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log0.05 log0.05呢 会是多少呢 那我说这个0.05啊 以科学记号来写是5乘以10的2次 而5呢 负2次 而5呢 是10的0.6990次 懂吗 就是要能够很快的反映 所以我们前面不是带你们练习了 log1到log9吗 那如果那个时候忘记 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练习一次 然后 他就会是10的 那所以我现在把这两个数字合起来 好负2加上0.699会是负1.30104 所以log0.05就是负1.3010 可以吗 好于是呢 我们就会发现 一个log值其实可以被我们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 如果你看这里 你会觉得说一个log值被我们拆成 诶 整数部分3是来自于这个吗 小数部分是来自于这里 来自于这里 也就是来自于7啦 对不对 这样子 我们就把这个前面 称为首数 后面称为尾数 所以其实首数跟尾数这两个词 就这样子而已 就这样子而已 他其实你多学这两个词 也没有什么负担 但是就是说 修订课纲的人 就是觉得学生会 常常抱怨说 为什么要加这个首数 为什么手数又要说什么 不是这样子又要死 好 把这两个词拿掉 好 那这两个词拿掉 但是他相关的知识呢 其实都还在哦 并不是说这个内容就不见了 只是就是不提这两个词而已 那我们就是让你知道 其实首数就是这样子 维数就这样 然而 然而 你仔细看一下下面这个例子的话 你就会发现 来自于这个 10的 负二次的 并不是他前面诊数部分 对不对 那我们要讲 这个才是首数 首数就是 你写成科学记号的时候 10到底上面有几次 而尾数就是 你写成科学记号之后 前面这个数字的 次方 就是尾数 10的次方是首数 前面这个数字的次方是尾数 它跟它的差别 就是说 你如果今天数字小1的话 那你会发现 你不能直接说 看到这个数字 直接切开来 前面是首数 那这样子 是不是每一次都要从头推 倒也是不用 因为你自己心里知道 你看我们刚刚讲到这一点 尾数一定是一个 正的纯的小数 正的纯的小数 我们把这个正的纯的小数 叫做尾数 所以你现在看到 -0.3010 你就会知道说 我要把它拆成两个数字 我要把它拆成 -1.3010 我把它拆成-1 和0.3010吗 这样拆是绝对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合起来 根本不是它 对不对 这两个合起来 根本不是这个 那所以我要把它拆成 我知道了 是-1又-0.3010吗 那现在这两个合起来 的确是它没错 可是 这不是一个正的纯的小数 它不是 你如果符合科学记号 这里1到10之间 这里就一定要是正的纯的小数 所以这就不符合科学记号 这不对 所以要怎么才对 很简单啦 你只要看到你的这个 log值是负的 你就知道怎么样 它要多负一份在手术这边 所以我这个-1.3010 会变成-2 好让下面这里变成正的 加0.699 这0.699 你可以用1去减这个尾巴就知道了 或用-2减这整个就知道了 可以吗 所以其实没有那么难懂啦 其实学生大部分会 以前会在这里一直搞不清楚要学什么的原因 是因为 他们以前看到的教材 可能都是直接讲 所谓手术就是什么 所谓尾术就是什么 然后又要注意手术不能怎么样 那你完全没有从科学记号去学的话 的确你会一直觉得说 为什么要背这个新东西 可是你现在知道了 它其实是从科学记号来的 那它该有什么属性 你在这个理解 从科学记号理解的过程中 你就会掌握到啊 所以它就不需要说 一定要用硬背的 然后又好奇怪 又定义成这样 OK 所以说log拆成两个部分 其中正的纯的小数称为尾术 然后剩下的整数部分称为手术 所以手术n就是 帧数写成科学记号的时候的 10的次方n 这里 如果今天a大于1 那你算出来的 那整个log值就会正的嘛 那这么一来呢 这个n 就是这个所谓的手术 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 学习计算讨论上的方便性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它来快速的判断 到底a是几位数字 a会是手术加一位数 像比如说7000是四位数字 3加1嘛 四位数字 那为什么要加1呢 这也很好理解 为什么 我今天有一个东西 它写成科学记号 那我就会说 比如说它是2.345 对不对 乘以10的 假如说n次好了 那现在你看到了 我现在2.345是一位数 对不对 假设现在n是5好了 我现在往后 1 2 3 4 5 小数点跑来这里 我是不是在小数点前面多加了5位 就从1位变成6位了吗 就是说本来它就会有一位啊 然后你又乘了n次的时候 你会把它小数点挪n个嘛 所以它就会变成n加一位数 OK 那如果今天a是一个小于1的数字 也就是像这样子 算出来的log值是负的的话 那这个手数 注意手数是负2 手数是负2 它给我们一个方便讨论的 切入点 什么呢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小数在小数点后第n位 就是第手数位 开始不是0 开始有数字 那道理其实跟它是一样的 我今天假如说今天这个n是负的 这个负3好了 负3 我这个小数点原本在这里嘛 对不对 我往前123嘛 因为它不是负3次嘛 乘10分之1乘10分之1乘10分之1 对不对 那结果你就会发现怎么样 我的2这个位置跑到什么 小数点后第三位嘛 所以说你这n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a是小1的数字 也就是说你的log值算出来是负的 你的手数会是负的的话 那么你的手数取绝对值 就会是你第几位开始不是0 这样子 好这是手数的用途 那尾数的用途呢 也就是说你写成科学记号之后的这个位置呢 它可以让我们用来判断你a大概到底是多少 因为你现在已经化成log了嘛 那我们人又不是超级电脑 就是说我跟你讲 有一个数字 这个 它化成log的时候是 这个loga 等于 这个 3.5172 是多少 哪有那么强 我没有办法马上回答你啊 那如果你不按计算机的话 我们刚刚讲了嘛 这个3让我们知道怎么样 它会有4位数 就它后面 它在这个后面还会再追3位嘛 对不对 这个5呢 5172呢 0.5172呢 因为啊 log3是0.4771 log4是0.6020的 所以0.5172 会借在log3跟log4之间的话 代表原本的 它那个小a 在3跟4之间 也就是说 它原本应该是3点多 乘10的3次 对不对 所以它其实是3000多啦 所以说这就是尾数的用途 尾数可以帮助我们把 这个 把它从科学技巧去想象的时候 快速的去判断说 这个数字 这个大写a 原本大概是 几千 或者说原本大概是 几万 就是那个几 我们叫做首位数字 首位数字 就用尾数判断 就是最大的那个数字 最前最左边的那个数字 到底会是多少 我们可以用平A去评估出来 那你要顺利的去评估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要 对 从log2到log9 会要能够快速的做出来 那我会要学生背 237 然后让学生能够快速的用237取出其他的 所以现在来告诉我 log2是多少 log2是0.3010 log3是0.4771 log7是0.8451 log4是两倍的log2 还记得吗 因为他是log2平方 也就是log2乘2 所以变log2加log2这样 所以他是0.6020 log5是5是10除以2 所以他是1-log2是0.6990 log2加log3不是log5 log2加log3其实是log6 所以log6是0.7781 log8是log2乘2乘2 也就是他会变成3倍log2 是0.9030 log9是3乘3 log3乘3 所以是2倍log3是0.9542 那 如果对他们熟的话 你就可以反过来 去想 像我们刚刚这样子 如果你看到他的这个尾数 小数点第一个是5 你就知道说他在3跟4之间 如果你看到他是 比如说刚好0.9 你就知道说这个怎么样 比不到log8 因为log8是0.9030 如果刚好0.9的话 其实在7到8之间 那如果他0.9多一点点 但是没有超过0.95 在8跟9之间 对不对 就是用这种方式 我们就可以去推论 OK的话 我们今天先上 这集先上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 带大家去使用这个 手术尾数 也就是科学记号的知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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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